大家好,我是汪露 今天跟大家開箱新推出的超人雅固SHF 一開始,我都沒有想買這隻東西 因為故事我只覺得一般好看 所以就沒有想買 但一出去,看到這隻SHF 一百八十元都不用 已經可以買回來 那一百多元買一隻SHF回來玩 好像比買一套扭蛋一樣 所以他們就買回來扭一下 順便跟大家拍開箱片 先給大家看看盒子 前面是這樣的 後面是做一些動作出來 可以看到這隻SHF都是一百八十元的 現在就拆出來給大家看看裡面有什麼 先給大家看看裡面有什麼 拳頭手有六對手型 另外有能量燈的紅色 還有補起的 我現在拆出來給大家看看是怎樣 給大家轉360度之前 想跟大家說說新型 我就這樣看 這隻SHF就覺得他弄得有點肥 因為看了這麼多集 我就覺得他比較偏瘦的 那個皮套 但這次這個真的很肥 一條腰水筒腰 腳又大象腿 比起劇裡面的ARC好像真的肥了一點 我轉一轉360度給大家看看 先看看前面 側面 背面 還有一些裡面 可以看到他是沒有偷色的 現在就跟大家試一下可動 現在跟大家看看頭部可動 頭部就可以向上壓 大家可以看到的 一壓可以壓到這麼多 可以整個臉拆出來 那我先給大家看看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可動 是好像上次Bezza一樣的 可以扭到這麼厲害的 可以看到他用Bezza的可動 就令到它的可動範圍大了 這麼少也好 向上壓之後就可以向下壓 向下壓就是這樣的 接著就可以 向左扭 向右扭 另外 一定要做的一個動作就是 折一折頭 因為他想事的 折一折頭 那邊折到 那邊也折到 所以 要做它想著招的動作 也不難的 接著就到手了 手平舉 去到這個地步 那D度應該也是的 對啦 是可以去到水平線的 另外D度可以轉的 接著 手可以折到這樣 相關之基本的了 拳就可以這樣扭 另外大家都知道 所有的超人公仔 都一定是有蝴蝶關節的 就讓你做一下死光動作 那D度都有的 可以看到 整個蝴蝶關節拔這麼多出來 D手都可以了 可以拔這麼多出來的 接著就到胸口 胸口呢 都可以 折到這樣 向後 向前 接著條腰 都可以 扭到這樣 但就不是很多的 最多都是這樣 接著 這隻腳 是有蝴蝶關節的 去到這麼多 但是就沒有Breader 好像這麼多的 這次就蝴蝶到這麼多 接著就可以 平舉 平舉大家也要小心 因為它D個位 和D個位 是會刮花的 有幾乎大家舉的時候就要小心 另外 前踢 去到這裡 都會小心刮花 腳跟這裡可以 屈到這樣 腳掌可以轉 還有D腰也可以動 整個東西的可動就是這樣 很快地做了招牌姿勢 給大家看 因為它那個關節可動 和普通的SSF一樣 所以它扭的範圍是很多的 做招牌姿勢也是很簡單 因為它整個動作都很簡單 看回整個Akaku的動作 所以做的時候就不是很費神 很快就還原動作出來 這個感覺是可以很快就做出來 就不用用那麼多時間 做了這個十字死光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它都是蝴蝶關節 所以做出來都很快就做了這個動作 都可以完美還原到 十字死光的動作是怎樣的 現在就做了它想像時候的動作 這個動作在Akaku來說是必做的 都是換一換紅燈 還有扭一扭頭 順便用這個動作 換紅燈 給大家看 看它換了紅燈之後是怎樣的 現在就跟大家看看這把劍 大家可以看到它 這把劍是沒有偷色的 這些位置全部都上色 連這個也做了透明件 後面就是這樣的 這裡它可以拔出來 這個位置 拔出來就是這樣的 這個位置就是這樣的 我不知道之後是不是會出一些方法 可以令到它拔出來 然後再放一個方法 讓它再做一方 變成多實的樣子 因為之後會出一些裝甲 我就不肯定它是否會做這件事 總之這個位置就可以拔出來 大家拔出來就小心點 好,吃不見了 現在就跟大家握上劍 大家可以看到它握劍的動作都很簡單 另外也是可以放在它的眼上 就可以令到它好像拔出來的 另外也有其他動作可以做的 但因為時間關係 我都不跟大家試了這麼多握劍的動作 就只做一個給大家看就算了 今天的五星級評分制是 三星級的玩具 整隻玩具的可動性是OK的 武器也有給到你 還有價錢很划算 180元以下都可以買到的 但是不過覺得它上色一般 可能我中了SAT 我的臉也有花的 另外我的手捲也有花的 這個位置也要扣一扣分 另外就是身形問題 整隻雅鼓的SHF好像很肥 跟皮套有很大的出入 所以這個位置也要扣一扣分 接下來就會出太陽裝甲和月亮裝甲 我就不知道它裡面會包一些劍給大家 到時再出的話就看看它的價錢是怎樣 便宜的話也可能和大家一起玩玩 但如果貴的話就算了 今次這段皮套差不多 如果大家想看更多《寡影超人》的影片 記得訂閱頻道 還有 按下小鈴鐺 一有寫影片就立即知道 不要忘記讚好留言和分享這影片 訂閱影片到這裡 我們到這邊見 拜拜